2022年1月7日 尼日利亚拉格斯市的菲斯达克 举行了一场欢庆新春文艺演出活动 参加表演的是尼日利亚华兴艺术团的团员们 他们大多来自于当地 但是表演的节目却十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 包括腰谷舞 鼎丸舞和扇子舞等 因为受到当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这次演出并没有观众 不过这些极富中国特色的文艺节目 会通过线上播出的方式呈现给当地人 让尼日利亚的本地观众了解中国 同时华兴艺术团的团员们 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为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加油 而这些华兴艺术团的团员们 其实还有一个身份 他们都是来自于当地同一家制鞋场的工人 平日里 他们在工作的同时 也非常喜欢哼唱中国歌曲 跳中国舞蹈 大家好 我叫金铭 我喜欢唱中国歌 在尼日利亚的华人圈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这个诞生于车间的华兴艺术团 这支主要由尼日利亚当地人组成的艺术团 每年有数十场演出 而这一切都源于这家制鞋场的老板 尼梦晓 一位在非洲创业十余载的温州商人 我们也知道这个文化交流是互相的 彼此尊重的 所以从2003年来到尼日利亚 那时候我们主持人耶稣团 不光是文化表演 我们要回馈当地 我们用中国的文化传递出去 并不是文化的本身 还有我们的善良 博爱 等中华民族的川普美德 2003年 在北京做服装贸易生意的尼梦晓 在朋友的推荐下 怀揣着创业梦来到拉格斯 从中国进口鞋子卖给当地人 可好景不长 2006年 尼日利亚政府为保护当地制造业 禁止进口鞋类商品 尼梦晓只能转变思路 在当地办起了制鞋场 不过 此时的尼梦晓并没有想到 这家制鞋场 不但让他摆脱了经营危机 而且 无心插柳柳成音 从这个车间 还走出了一支出色的 中国风格舞队 我们工厂有大概20多名中国员工 我们都给中国员工 特意播放一些中国音乐 比如说一些一姐妹 小三走一回 爱奔菜会议 在那个年代 就是说很流行的这些歌曲 没想到 尼日利亚员工 当地员工提出来 说老板 我加班的时候 没关系 没问题 你要播放一些 我喜欢听的 但是我觉得也很惊讶 他们去给我们点 他们喜欢的歌曲 来作为加班的条件 我觉得说这个就是很有意思了 尼日利亚员工 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这让尼梦小喜出望外 因为在海外创业 由于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 中非两国员工之间 难免出现隔阂 于是 他决定组建一支歌舞队 既可以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 也能够拉近中非两国员工的距离 好汉歌 好汉歌 也是 打喝香东流啊 打喝香东流啊 铁杀的行星 唱北斗啊 因为呢 我也不会唱歌 更不会跳舞 无音不全 那怎么办呢 我只能是通过 网上搜索的一些这个MV 用当地的翻译来标注 让他们学 让这些呢 我们的演员呢 不仅学习我们的歌曲跟舞蹈 还能领域到我们歌曲舞蹈的含义 在这种欢快的氛围下 尼梦小的工厂也逐渐步入正轨 2008年 他决定投资一家大型造纸厂 但是当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爆发 尼日利亚货币耐拉贬值 尼梦小只能把造纸厂规模缩小 而原本用于建厂房而购置的土地 有很大一部分闲置了 这时从温州农村长大的尼梦小 向到了开办农场 在这个过程中 尼梦小发现 当地一些年轻人 因家境贫困无法入学 为了帮助他们 尼梦小招聘了不少勤工俭学的学生 这些学生了解到 还有一支中国风歌舞队 很多人选择加入了进来 歌舞队成员也达到20多位 有的专职唱歌 有的专职跳舞 尼梦小将歌舞队正式命名为 七星农场中国风歌舞队 当时我们也根据了不同人的特点 还有他们的不同的兴趣 有的人喜欢中国武术 我就让他们学习武术 有的人就喜欢武师 还有武龙 这些战鼓 我们都从国内一一踩过来 一步一步 慢慢地摸出一套 尼梦当地人喜欢的 这么一个文化演出 七星农场有支歌舞队的消息 不静而走 2012年的一天 当地华社举办一场活动 主办方找到尼梦小 希望他的歌舞队 在活动现场进行一场演出 虽然尼梦小没有举办 专业演出的经验 但为了给华社捧场 他欣然接受了下来 但真正的受到邀请 出去表演的时候 当时觉得心里就是说很紧张 那时候演奏的是 他们唱中英两国国歌 还有是今天是你的生日 是这个歌曲 说实话我心里真的 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我心里都很紧张 手心都捏出了汗了 后来演出一结束以后 很多老华侨都来祝贺 说我想不到 把工厂里的员工 培养起来唱中国歌 而且唱得还那么好 但是真的对我很鼓舞 这场表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也让尼梦小的歌舞队 第一次走出了车间和农场 此后 他们开始频繁在华社 举办的活动中演出 每年在中国的传统节日 他们都会举办表演活动 并邀请尼日利亚人参加 宣传中国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 歌舞队的专业水准也不断提高 这些年来慢慢地摸索 我们就是有点惊艳 也是慢慢在摸索当中 在不断地学习当中 才把这个最好的一面 写给我们这个观众 让他们能感受到 来自中英两国这个文化的魅力 2017年6月13日 对尼梦小来说是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 歌舞队被中国国务院侨办 正式命名为 尼日利亚华兴艺术团 数百名侨胞参加了揭牌仪式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此时作为艺术团团长的尼梦小 除了高兴 感受到更多的是 沉甸甸的压力与责任 因为尼日利亚的桥团是 比较年轻 才六十多年 所以这也是国桥办 对我们尼日利亚的桥团的认可 所以我们作为华兴艺术团 把这个牌拿到手里 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牌子打响 也要凝聚我们华侨华人的 这个力量来一起去 传承我们的中华文化 如何让华兴艺术团 更好地发挥作用 经过深思熟虑 尼梦小决定 举办走进尼日利亚校园活动 从2018年开始 他们每周都会走进 当地一座中小学 不但表演中国传统的歌舞节目 还为学生提供学习用品 以及助学金 如今 走进校园活动 已经举办了上百次 当我们给他们表演的时候 带来这些舞师 功夫 这个中国传统的舞蹈 小朋友都是对欢呼声 还有跟着节奏一起去跳舞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魅力 我们必须要让他们 也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也让我们也推动他们的文化 因为这样促进了 我们文化的深入的交流 然而就在尼孟小带领尼日利亚华兴艺术团不断发展的时候 一切都在2020年3月份戛然而止 尼日利亚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拉格斯进入封城状态 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尼日利亚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不少人因此失业 生活雪上加霜 2020年7月的一天 正在居家隔离的尼孟小 接到一个求助电话 在拉格斯湖上的一个平民区学校里 60多名学生因疫情停课 食品和防疫物资非常紧缺 希望中国侨团失以援手 当时尼日利亚仍处于疫情高发期 虽然尼孟小有些担心安全问题 但他还是下定决心 找来几位当地朋友 带着中国侨团捐赠的生活物资来到这里 准备着一些大米 面 方便面 还有他们积蓄的这些食品 包括一个防疫的口罩 我们带过去 当时的环境跟条件 是真的没办法用言语来描述的 当看到孩子们 接到我们给他们带的食品跟食物 他们这个开心的欢声的笑容 还有老人用优美的歌声来祈祷 感谢我们 真的 说实话 那时候让我也是感觉 我这一态让我终生难忘的 后来 华兴艺术团和其他侨团一起 又陆续帮助了当地很多孤儿院和学校的孩子 为他们送去温暖 疫情的常态化 也让尼孟小开始思考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艺术团如何给大家带来快乐和信心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 2020年中秋国庆前夕 华兴艺术团成功举办了 尼日利亚华侨华人 庆中秋国庆联欢会 通过录播的形式 在线上与当地侨胞共赢双结 正好10月1号也是尼日利亚的国庆 我们就是结合两国的国庆 跟我们的中秋传统佳节 来跟大家在云端上庆祝 这个也是让侨胞能感受到 我们这个活动给他们带来的问候和祝福 迷梦小说 不同国家语言交流也许有障碍 但舞蹈歌唱的艺术 却是世界性的 是全人类共通的 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念 他带领着艺术团 从工厂走向舞台 成为中国和尼日利亚文化交流的使者